三宝,三宝是指佛教徒所应尊敬的三种宝,即是佛宝,法宝,僧宝,佛是物的贯通宇宙与生命的根源之法,对一切众生,具备主,是,亲三德的佛法教主,法是此佛所说的教导,又指其物的,僧是为传持,弘扬此法的佛弟子,圣述三者皆需尊重,故称三宝,归依此佛,法,僧三宝, 三宝是佛道修行的根本,三宝的内容,又有诸说,大乘一章说有一体三宝,别像三宝,住持三宝的三种,四分率资持近是说四种的三宝,一体三宝,离体三宝,幻象三宝,住持三宝,大乘法院一林章则说六种的三宝,同体,别体,一成,三成,真实,住持,佛教义是相应时机而红传各种的教义, 顾其三宝的内容一一个该教义而有不同,例如证法时代的初期,是以小城的世尊为福宝,小城经典为法宝,家业,安南等为僧宝,像法时代的天台佛法,是以法华经的教主世尊为福宝, 以念三千之法为法宝,观音,药王等的计划菩萨,幼稚齐在淡的南岳,天台等为僧宝,末法的三宝,九远元初的三宝,佛宝是指九远元初自受拥抱身如来的日连大圣人,法宝是南无妙法连华经的玉本尊,僧宝是日心上人, 日本大十四第二十六室日宽,于当流行事超说是,九远元初之佛宝,岂是一人灾,即是连祖大圣人也,九远元初之法宝,即是本门之大本尊,九远元初之僧宝,即是开山上人, 其中,就末法的佛宝而言,日连大圣人正式将究极大法,九远元初的南无妙法连华经,与人法一个的静芽那为所持的根源之佛,且是说显三大秘法, 究竟末法万年众生的教主,故相当于末法的佛宝,其次,末法的法宝是指本佛,日连大圣人所凸显三大秘法的曼陀罗玉本尊, 大圣人所凸显的曼陀罗玉本尊,是将根源之法的南无妙法连华经具体显现的当体,故为末法的法宝,末法的僧宝是指将末法的佛宝,法宝正确传持的日心上人, 大圣人高徒的六老僧中,其他的五老僧是将大圣人定位为天台佛法的余流,且以世尊的佛像为本尊, 相对的,只有日心上人拜大圣人为末法本佛,以大圣人凸显的曼陀罗为本尊,由于日心上人才使日连大圣人的佛法得以正确传承下来,故以日心上人为末法的僧宝, 以上是作为尊崇对象的三宝,但,松宝在与扩大论述时,则将尊崇对象的三宝正确传持, 弘扬的和和僧团全体僧俗也是广义上的松宝。